我後面有駕駛什麼呢? Ferrari 今天親身體驗一下 在馬來西亞拿Ferrari的車是怎樣 Lamborghini 搞錯了,再來 Hello 大家好,我是 Bosco 我後面有駕駛什麼呢? 就是Lamborghini 今天是我第一次來馬來西亞 體驗,不一定是馬來西亞,全球 第一次體驗怎樣拿Lamborghini 大家可能都聽到很大回音 現在我們在這個Sadiya Lam區 看別人拿車 不是我拿車 而是我拿車的時候再拍 哈哈哈 下次我拿的了 有機會的話 看看環境就挺有趣 就是體驗一下拿車的經驗 這個車場就是在 Benz 廠、Toyota 廠 這裏旁邊還有一個有蓋的停車場 然後過來這邊就是 整座建築是 沒有人租的 這部車就放在這裡 等車主來拿 HELLO 大家好 我身邊這位是YK YK 那你是做什麼的? 我本身是做賣賣車的 在大馬這裡 這樣的話就有大概差不多 五到六年經驗的賣賣車 五到六年經驗 那今天剛才我都說了 我是來體驗這個 來拿這個Lamborghini的過程 這個很特別的一台車 提示儀式 很特別的經驗 都是我第一次有這個經驗 其實這部車是我一個客人 本身的一個願望 我很開心 就是因為我可以幫他達成這個願望 不是錢方面的東西 是一種本身的一種滿足感 我們做賣賣車的話 我們希望每個客人拿車的時候 都是抱著一個笑字的面酒 那這個儀式呢 其實我覺得是需要做給戲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在人生之中的一個 Achievement Achievement 一個Stage 我覺得這個儀式的意義 對我們來說都很大 只是你的車行在旁邊 對,我的車行在旁邊 今天因為提車儀式 我們借了這個Indoor來拍攝 好,那先謝謝你 好,謝謝你 謝謝,謝謝 謝謝 好,那我拍一拍 前面是可以擺東西的 Lambokini的引擎就在後面了 門是這樣開 裡面是這樣的 現在開了焗蓋在上面 Lambokini 裡面的Interior 這輛車後面有玻璃 看到裡面散熱的 開蓬的Lambokini 也很少看到 有個尾翅,很帥氣 喂 嘩,好重 現在是打開引擎了 剛才這輛車連開門也有技巧 它需要先拉走到門 這個門 如果 你要開門 拉完之後還要用手臂頂上去 也挺重的 剛才女生來說 可能男生一頂就頂上了 開這個門也有技巧 好,現在正式把這輛車駕駛出去了 嘩,這輛車還可以調高調低 我看到它的車剛剛調高了 應該是預備去那個 去避開地下的駁位 不知道是不是 好,它準備出去了 我現在一路走出去看看 好,駕駛出來了 好,駕駛出來了 大家看到地下也有少少高 它也要慢慢出來了 慢一點呀,慢一點呀 這些車最擔心是駛底 好,正式新車落地了 太陽底下的Nambogini 也很漂亮 Bye Bye 一路順風 我們出去立即 嘩 他們馬上去兜了 好,今集很特別的體驗 正式地體驗了 如何拿一輛Nambogini 這輛真的超級跑 都超級二百多萬馬幣 真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而且很高興可以認識到車主的朋友 以及認識到這裡買車 在我後面的車場的一個賣車朋友 多謝大家今集的收看 今天太陽很漂亮呀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 還未訂閱的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再多拍一些在馬來西亞的一些特別的經驗 希望可以受到大家的支持 多謝大家,Bye Bye